總預算遭退回 柯建民又想提示線 又想找大法官 你總預算亂編 當然被國會退回啊 你總預算瞎扯亂扯 然後編了一堆 完全跟事實差異很大的 立法院是最高民意機關的代表 當然要把你退回去啊 退回去你們行政部門就重新再編 再送就好啊 為什麼要 又要找大法官呢 大法官是要幹嘛 大法官是在有憲法爭議的時候 才要進行來釋憲啊 你今天柯建民你大不出大便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找大法官啊 大法官有那麼閒嗎 憲法會議有那麼閒嗎 憲法法庭有那麼閒嗎